好说,因为作曲家呢,差不多啊,他的加速交往,这边的板弹窗弹结束以后,其实身位上面是拉不开了的 哎呦,两家漂亮,这边的贴边两家,第三家,咔嚓一刀没下,雕刻家,选择的是红教堂 球者这边的阵容属于是一套自保能力很强的阵容啊,都有位移,拉拉队员,杂技,作曲家,哭泣小丑,三个人带位移 这样的话呢,逃出一个那个雕刻家的射程范围,中场 第一波的追击追作曲家,带的是张狂,第一轮交互夹没中 嗯,不好说,因为作曲家呢,差不多啊,他的加速交往,这边的板弹窗弹结束以后 其实身位上面是拉不开了的,哎呦,两家漂亮,这边的贴边两家,第三家,咔嚓一刀没打中 这边,作曲家这一首回头是在防闪现吗 因为他这波回头有一点点妙,感觉是在防一个闪现 三甲,这又一甲,哇,这个甲夹的我都看不清楚,我的人都没看见 对吧,他这边是通缉到了杂技啊,然后利用这边的一个坟场的边缘交出了一个雕像,夹到了一下 球员这边镜头给到哭泣小丑,没有选择救,拉拉队员也没有选择救 杂技这边也没有动,三台机在外面抖动 往前顶出去,应该会卡死就一波,这台机子修完应该会卡死就一波吧 来不及了感觉,这个血线的话,嗯,话太好说 开火箭赶过去,雕刻家这边的话没有到二阶,这个人可以救 这波如果说,以一刀为代价,或者一刀为,一刀一甲为代价,不吃双刀,一颗火箭炮没中,一甲 这边技能刷新,再来个火箭炮吗,再来一炮吧,不来炮不行 必须得,必须得轰,必须得轰啊,哎,哎,哎,火箭炮,哇塞,人救下来,套上薄命,拉开,还行,还行,还行 还好这刀没打中,还好这刀没打中,还好有个拉拉队员把技能刷新了一波 现在他作曲家这边,如果能逼出雕刻家的遗形,但是外面球者的状态有点太残了 这个状态不一定扛得住,特别这个枯起脚手剑半血 作曲家这边应该是撑不住了吧,还没倒啊 哎呦,封了一手,但是他没加速啊,进不了这个点吧,一个蓄力刀 人挂飞,哭起小丑是一直被通缉着的 啊,不,哭起小丑是被通缉了一眼的,所以说这里顶过去把哭起小丑带走 偏多抓,偏多抓,也不能说一定,因为现在球者的密码机差了一台半嘛 啊,差了一台半 还有一些机会,只能说还有一些机会 杂技这边,起机子啊,这里的话是交移型过来 因为杂技是一刀,一甲,这边绕过减速,一甲有了,一刀可能不太有 这边技能刷新,补跳球,但是,哇,这雕像跟暴雨梨花一样 琵琳啪啦的往上怼啊 哼,这个其实已经给到了,哎,这边火箭炮直接来 一炮,把人救下来,那这边的话追谁,其实追哭起小丑我觉得也行 追哭起小丑也行,因为我们上帝小来看,杰兵马机是不够的 他只要手里有人就行,对,手里有人就行 我只要手里有人,我就可以不断的去换你的状态,换你的道具 换到后,哎呦,换到后面 嗯,穷者应该没有机会的,要不然机子不够 他们说我插最后一台机子,还能写写剧本 机子不够,救下来,针对刀,对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 我只要手里面不断有人,你们机子不够 我手里只要有人,来一波,我刷你一次挂,可以吧 我打你一轮伤害,可以吧,都可以 慢慢慢慢,打着打着,穷者就被消耗殆尽 不愧是雕刻神,要不然人家取这名字,对吧 你要没这实力,取这名字不是被人家笑吗 对吧,你说我取个,对吧 哎,杰克神 你笑 干嘛 我当年杰克打的也还可以呀 不要笑呀 拿下了,拿下了,拿下了 还是没办法 前期节奏不算慢 然后防守端呢,也没给求人者打出什么东西来 自己是不断的在中间,特别是什么呢 抓杂技那波,抓杂技那波太帅了 他那个移行果断过去抓杂技 是把这个节奏续上以后就没有给 求人者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说出来的时候自己都笑了 不是,是太后在笑,我才笑的 不是,不是我在笑 来,你们记得给他杂技啊 这边,拉拉队员交自己 杂技一颗球,往前跳 前面交互点,他这边没有雕像 大帅之前S女巫,不不不不 S女巫倒是没有 我之前还确实是打上过A牌女巫 那是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我发现解说女巫解说不动 有很多的东西你讲不来 所以说你得去自己打一打,学习学习 好的,那锁定了,锁定了 这个雕刻家有点厉害啊 这个雕刻家他的雕像关键是霹雳啪啦的 你就感觉他甩得很自如 但是命中率却很高 一轮雕像,排点找到人,看见足迹 切个闪,有没有底盘 他是张狂,不一定有 因为他带的是疑心 有可能是张狂挽留 杂技这边已经没东西了 好的 雕刻师说帮他打打广告 想涨粉没有任何问题 打得这么好那必须帮忙 待会刷个礼物算我的 我们那个先鲜鸣 大家有没有帮忙点关注呀 今天大家现在越消费越来越支持 礼物刷的越来越多 我们上榜的这些选手都不太看得见了 好了,来看一下啊 这边雕刻神今天第二把 雕刻师这边的话掏出了一套 怎么说呢 还是偏拉点的阵容啊 这边的话过来抓夜行的勘探员 因为雕刻家其实还是 我觉得还是蛮烦拉点的 因为你拉点拉完以后呢 他雕刻家这边的射程范围就这么多 对吧 虽然说他已经算是一个常手了 但是你要超出他的射程范围 他也没办法 对吧,也没有什么位移技能 第一波雕像 没打到什么东西 磁铁这边的话 有一说一这波 如果说不是这块雕像的话 勘探员这波吸能晕好久 但是这波雕像等于说是 帮了雕刻家一手 他没有太多的一个晕血 带移型的 勘探员再交一块磁铁 这边封边夹 再一个封边夹漂亮 他的封边夹交得好好啊 他这封边夹确实交得有点细的 就是贴边 你都不敢走贴边的 你就稍微靠点边就被他夹到了 不要救 讲道理 穷者如果说来救呢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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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箭炮 好的 但是这刀打中了 相当于以一刀为代价救下了人 这刀出的也是有点关键的 勘探员这里的话不存在说能够牵制到这个 王命结束啊 因为他手里面有技能的 移型跟过来一推一刀打中二阶了 节奏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这刀这时候呢主要打架点在勘探员 哭泣小丑这边就完人半血不可能再来打架 甚至投完坟场 这边通缉到谁还要往外打一点东西 这你怎么这这怎么让我想起了小小大呀 这个动作非常的像我们之前的一个小朋友小小大呀 过来招手 怎么每一个雕刻家都这样的吗 结束呢 没有结束 只是呢 因为这个雕刻家 他的一个基本功 我们刚才见识过了 见识过了 他的那个雕像有点吓人的 就导致我觉得穷人可能在后续的牵制过程当中 遛不起来 遛不起来 这里头分场落地 来一轮 没砸中 没砸中的话 手里面现在是三个雕像 飞加这边交悬停 再拖一轮 这轮 对刚想说这轮悬停一定得交 他得躲掉这一波 然后呢 喷射背包 进地压室是怎么个说法 这个是不小心掉下去的呢 还是这个地下室 是推下去的吗 不知道 没看清楚 火箭炮绕过来 一炮减速 人进去 机子没好 这波地下室进的有点早啊 说在里面的话 可能会被雕刻家这边无限用雕像打 被推下去了 我没看清楚啊 打了一刀 哭泣小丑这边走 懂了 然后这边飞加倒地以后呢 我这边再交一波火箭炮来救 但是这个机子有点不够 这个机子有点不够 换位嘛 他应该是先躲 先躲 然后再来救 飞加的话 如果说这哭泣小丑是个满状态 我觉得三人开门战还有机会 但他是个半状态 投坟场 救不了了 要不别救了吧 两人开门战看看能不能保个瓶 这还怎么救 救不了了 还想救 走走走走走走走 进去了 进不去 一刀 密码机点亮 有一点点勉强 那你是个白板了 有点勉强了 说实话有点勉强 应该是个三里 还有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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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门应该是开了 怎么的 病患 哎哟 哎哟 哇塞 差一点 这病患 哎 这病患 但凡在外面多逗留一秒钟 可能就不保了 你好 啊